華麗道具精湛舞姿 透過肢體語言 展現故事的深層寓意 台灣不少的年輕藝術家 深耕表演藝術 創造不凡家機 但這兩年受到疫情影響 表演機會大大減少 但今年各國實體交流重啟 光是英國愛丁堡一歲節 就有四支團隊將前往演出 也讓渴望舞台依舊的表演者 相當興奮 作為一個創作者 然後竟然可以帶著 自己的作品出國 我是非常非常興奮的 那內容比較主要是 透過一些行為 轉化成舞蹈 那也是蠻 我自己會覺得是蠻幽默 會寫的一個小品 周寬柔作為獨立表演藝術工作者 踏入舞蹈創作不超過十年 卻曾受邀至巴黎演出 而這次攜手安娜奇舞蹈劇場 將在愛丁堡一歲節當中 帶來全新的作品 而除了有台灣團隊 前往英國之外 德國杜塞道夫國際舞蹈博覽會 也有兩支優秀的原住民團隊 將在當地演出 很開心就是在這個疫情的時局下 那歐洲已經開始 這個歐洲的整個交流活動 其實已經開始展開了 所以我們應該把握這個機會 然後帶這些藝術家出去 另外在法國舉行的 外亞維農藝術節則有三組團隊輪番上陣 這八支隊伍透過不同的藝術形式 將在英國 德國 法國三個國家 大方異彩 也讓文化部次長開心地表示 能夠讓台灣的表演團隊走向國際 是讓各國肯定台灣的第一步 我們一定要站在國際舞台上 才能代表我們的國家 文化部最主要的工作的話 是要當藝術家的踮腳時候 我們要趴下來讓藝術家踩在肩膀上 三大國際級的藝術季 是許多藝術愛好者的聚集之地 也是各國表演團隊 發揚各自文化的舞台 今年各個團隊卯足全力 就是要向國際展現 台灣無可限量的藝術創作能力 人中是陳婷 陳怡萱 台北採訪報導